中文字幕 李宗盛 载着土地宫的神教走进南方的鞭炮镇中 火光四射 炮身融融 烟雨淋漫震撼 震撼寺师徒 媚湖元宵节传统盛事月亮土地宫 2月24日晚上将登场 由当地信仰中心县头福德此的福德正神 乘坐神教沿着金龙路 成功路 新云街 及内湖路二段一带落尽祈福 沿途店家与信仲则用成堆成串的鞭炮热情欢迎 由于预估今年鞭炮数量只会多不会少 为了让活动顺利进行 庙方与内湖区公所及分局方面 农历年前就已经多次开会协调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至于游客要如何安全地参与这项百年盛事 除了戴上口罩 护目镜 耳塞 及穿厚一点的外套外 从小参与的当地内湖里里长许昌华 也分享自我保护的小撇步 光看内湖老街的鞭炮文化 它基本上算是很安全 但是我们从小玩到大就是有这个概念 鞭炮在你面前攔起的时候 你自己要小心 你的面赶快向后转 由背部来承受鞭炮炸开的瞬间 那这样的话对你本身都会非常安全 那这个是游客大家要稍微了解 要稍微小心一点 除了震天乍响的鞭炮 下午三点即开始的鞭炮 的民俗文化表演活动也是一大看点 今年还新加入当地国小学生的独轮车 目前庙方规划有三个镇头 一个今年是龙年 增加了一条舞龙在这边做表演 还有电音三太子 来制造我们整个节兴的欢乐 还有那个我们的开路股 那目前还有增加一个那个呢 我们新入国小的学生 他们有24台独轮车 也要加入游行行列 也来做做表演 所以说很多游客 我是建议你们可以来参观这表演 他大概一个多小时 这些镇头表演完 你们可以顺道了解一下 土地公上神教的一些仪式 晚上十点过后 内湖夜龙土地公的活动进入最高潮 信众用盛大的鞭炮阵 迎接绕进其福队伍回到县头福德池 经过炮阵洗礼几个小时的土地公神尊 往往需要沐浴近身 除去鞭炮穴及灰渣在路庙安坐 这时候土地公的洗澡水 及神教下的鸭教精 就成了信众真香索取的吉祥物 大概是有民众拿到他的洗澡水 感觉他整年度的感觉非常的 身体比较健康 事业比较顺 所以说他神教露庙的那个时间点 土地公在洗温水澡的时候 很多民众抢在这个庙前 就等着要抢那些沐浴水 那还有他的神教 他教子土地公坐在的位置 底下会垫了一些金子 大家很喜欢抢那 鸭教精 是大家喜欢抢的 还有这是沐浴的水 几乎每年大家一望都在抢那些水 为了让这项百年传统文化活动 盛力进行 2月24号下午3点起 内户警方将在活动区域周遭 及绕境路线分阶段进行交通管制 台北市公车也有多条路线 将配合改道行驶 提醒驾驶人与搭车民众注意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